我是王瑞瑤 我在內湖的德郎火鍋 德郎火鍋很有趣喔 請我來吃 德郎火鍋的朋友說 他用滴雞精在做火鍋湯底 可是我來了之後才發現不對 原來他用的是靠鬆 來喔 老闆娘在哪裡呢 老闆娘不見了 只剩下保濕服 這裡 這裡 誰要喜歡吃的都有聽 因為呢 老闆娘呢 應該是老闆 不是老闆 哎呀 說得好 我最喜歡聽老闆 對啊 老闆說呢 通常來這裡的客人 下午來 中午來的時候呢 是看到在釣雞湯 晚上來的時候是在熬幾湯 Simon 三人也很好吃 來 大家解釋 這裡我就有看到 第一鍋 我給大家看 第一鍋 第二鍋 第三鍋 第四鍋 第五鍋 就是他們家二樓 從一樓走進來 香噴噴整家店 有醬汁嗎 竹珠可以聊一下嗎 你們的湯匙到底是什麼湯匙 第一鍋我們是利用兩隻老闆娘 大量的雞腳 雞腳 每一天都現 雞腳還有剪指甲喔 對 乾淨 後面就在剪指甲 那 雞的話 尾椎 脖子 零發的部分 都不要 都不要 而且這裡還在流坑喔 給大家看 隨時隨地流坑 這是第一鍋 對不對 這是第一鍋 那 六到八小時 六到八小時 然後呢 然後 裡面有加入新鮮的蔬菜 洋蔥 紅蘑菇 西洋芹 三種最基本的元素 那 洋蘑菇跟 比較特別的 我有吃到很重的 那種菌菇的香啦 跟甜 都是蔬菜 然後聽說還有一些Herb對不對 對 有 它這香料樹就擺在這裡給大家看喔 新鮮的 那 旁邊月桂葉 月桂葉在這邊 喔 新鮮的月桂葉 大家有看過嗎 很新鮮的 對啊 然後這個是白禮香 對不對 好 然後 所以我第一鍋 我們只用最簡單的粗鹽 來胡椒原粒 冰箱 因為這是第一鍋 然後可是第一鍋跟第二鍋有關嗎 沒有關 好 第二鍋其實是他們的醬汁對不對 好 其實第一鍋練完了之後呢 它過預完了 現在這裡面是什麼 這是法式手法的澄清湯 給大家上課 這等於是法式的澄清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塊肉餅 上面這一塊是蛋白餅 蛋白餅裡面包含了雞胸肉 絞肉 然後 紅蘿蔔 西洋芹 洋蔥 都切的 碎碎的喔 對 沒錯 可是你們家的康梭妹怎麼不太一樣 人家的康梭妹都要用很小很小很小的火 讓這個肉塊結成塊 可是我看你們家三鍋 都是大火滾沸的狀態喔 對 而且你看主廚還在這裡撈湯 然後在這邊淋 很好玩喔 我站在這邊好香喔 中間的話 我要懂的原因是讓它對流順利 對流順利 那這個樣子要調多久 八小時 這叫做調清湯 八小時 然後再把肉塊瀝出來對不對 對 然後最後的 最後的高湯給大家看一下 在後面 顏色好美喔 我們來這裡吃火鍋的時候 除了用這樣子的東西做火鍋高湯之外 它還會給我們送上一杯 對不對 原汁給大家喝 原汁跟湯鍋是一模一樣的 好 我是王仁瑤 人在德郎火鍋 在內湖有三家店 三家對不對 對 三家店 好 我用比較高的角度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很驚人 保師傅在這邊猛拍照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給大家做火鍋的桌底 我們的飯 飯 湯家的飯很厲害喔 剛剛泡了水 現在在瀝乾鏡子 他說這個是霧峰的 霧峰香 那有一點芋頭的香氣 霧峰香 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好吃 電子鍋主 掰掰 有一點芋頭